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 我心疼我们娘俩,我挣的这钱都是大风挂来的吗 家里,外边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给我搞得在别人的面前都抬不起头 这样的日子我真过不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马先生,41岁,来自黑龙江,理发店老板 有请马先生,有请 李女士,40岁,来自黑龙江,理发店老板娘,有请 欢迎两位,读这个身份介绍的时候就知道 开的是夫妻老婆店,是这意思吧 对 结婚多少年 结婚19年了 有没有 有,18岁了 今天来这儿想干啥呀 我就感觉我们婚姻之间问题太多了 哦,把婚姻的问题说一说 对,对 是吧 谁不信任谁呀 他不信任我 为啥呀 因为他事事都问,啥事都问 你就亲近朋友事他,我去参加也不行 你啥事啥的都得他去做主 就连我同学群里边也得他 家里啥事他都不管,都是我一个人管 不是啊 啥事都不问不问的 咱慢慢说啊 他说您什么事都管 是不是 因为他不让我信任他呀 为啥呀 就在头几年给别人打工 一个月的工资拿回半个月 因为我们生活条件很不好 日子很苦 有一个月,一整月的工资都没拿家来 问他干啥了也不说 我不跟你说 就又问那事呀 非常大吵了一架 干啥 在那期间他还要买房子 我不也说了吗 这事我以后给你个答复 肯定这是正事 不是说我拿这钱去 买房子可以 我们俩没有钱 那你自己除以借钱呢 我不是说不同意你买 可以买 你是男人 那你为家 你就自己去账了 自己去办呗 这一口气说了好几件事 咱一件一件事说好不好 公司没拿回家 对 我问他哪儿去了 他也不说 他就说借给一个姐姐了 那那姐姐 干啥呀 你借给他钱呢 因为你自己没有钱 怎么能去老借给别人钱呢 是是是 不着急啊 钱我去借给我大姐了 做的公益 主要是咱条件不允许啊 这个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要跟你说了 这事情也做不成 我也不想惹你生气 到以后我告诉你了 我也说 我跟你也是这么说的嘛 这做完公益之后 这一月家里的这支出还有吗 支出还是有的 你表紧了 一个月 一冬天我吃两袋土豆子 什么都不能吃了 你下爱心可以 在你的条件允许下呀 听明白了 这是把钱拿去做好事了 按您的话说 是吧 这买房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最可气的是买房子了 他让我出去借钱去 那你有能力你自己借呗 我又没拦着你 非得不要你买 这个买房 这事不是我家没有那条件吗 我爸我妈也拿不出来 各人家也拿不出这钱 你家条件 是我有娘家 那你是不能去借呀 非得我自己去借吗 我向你娘家去 当时结婚的时候 你家没有一个同意的 我现在耗了面子 谁能借给我钱呢 你去借了吗 我就问你去借了吗 我也不能去借呀 你没去借什么呢 只能不借给你呀 哪个能借给我 结婚时候也不同意 现在日子过成这样 我再回你们娘去借钱去 也不也给你丢面子吗 当初为什么 嫁给他的时候 家人不同意啊 因为他条件不好 那你当时 为什么一定要嫁给他 那时候就因为 他对我挺好的 什么事都挺关心的 现在 我感觉他对谁 都挺关心的 我就对我一个人关心 结婚之后就变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就这个事 我就觉得他无能 老执老婆 所以我们那次吵得很凶 把婚都离了 我俩是离婚魅力将 那现在你们俩 到底什么关系啊 我俩后来又复婚了 房子买了吗后来 现在买了 现在买了 那不就过去的事 都过了吗 他要开饭店 还得让我去给他借钱 这个是离婚之前 开饭店 还是复婚以后开饭店 复婚以后开饭店了 复婚以后又开饭店是吧 对 我开的饭店 这回是我自己借的 但是我不支持他 我也不给他借钱 我是找我亲戚朋友借的 最可气的是 我亲戚朋友上 我家来吃饭了呢 他还得要钱 也就借给你钱了 上你家饭店吃饭 他开饭店为了啥呀 不就为了生活 能好一点吗 这个来也不要钱 那一来也不要钱 日子还怎么过 怎么过 也借给你钱了 上你家吃顿饭来了 你还会人要钱 特别是在东北 东北男人 最起码这面的这个 直到你条件不好 来维持你生意了 就应该要钱呢 要钱有毛病吗 不是 您收您的钱 给他打个折 攒好钱再还给他呀 加利息也行啊 这个三番面不收钱哪行啊 我们家的钱都是我掌管 但是到月了 还是没有钱 不知道钱哪去了 那个时间 他还是三头两头 往那个姐姐家跑 我找这个姐姐 不是 还是做一些公益吗 你做公益 谁能了解 我不也跟你说了吗 一个 作为一个女人 谁愿意让账户 三头两头 往人家跑啊 不是 您做什么公益啊 就是敬老院捐点钱 我都跟你说了吗 是没有多少钱 献点爱心 但是以咱家的条件 也不允许你献那么多爱心呢 人家也比较需要这钱 咱没有这钱 咱也能活 我不也跟你说了吗 那次我也把大姐找去了 还有我家亲戚朋友都找去了 不也跟你解释这事了 找了你爸妈 找了你父母来 我逼你你才说的吗 要不然你还不说呢 跟你说了你不更闹吗 你不更不信任我了吗 那你要是说了我还行 就理解了呢 但是你不要啥事都瞒着我呀 夫妻之间我就感觉 不是我不信任他 是他也不信任我 毛病我 我感觉不在我个人 我掌握这大权 但是我一分钱没有 在那期间 他自己爱私房两千块钱 这私房钱是早日来得晚 我就卖点钱 我就搁起来了 就藏起来了 我先等我俩到结婚今天认识 我给他个惊喜 日子实在是没有钱了 就是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才拿出来的他 你的钱都藏哪了 他收人那个吧台 坐在底下了 好 倒挺会藏 对 越危险地面越安全 行 然后呢 我藏这钱 我是行给你个惊喜 到结婚今天日的时候 我拿出来给你买点礼物 你这啥惊喜 你这不如说成惊吓了 后期我不也给他钱拿出来 你拿出来是没有钱了 你看家里实在没有钱了 我成天哭上 这不也不算是私房钱 你再拿出来的 我要不那样惹的 你还不能拿出来的 我要早拿出不早也花了吗 这不也算是硬硬极吗 后来亲戚的钱还上了吗 亲戚的钱都还上了 然后他又开个理发店 但是我不让他开饭店了 那一分钱没有啊 看不着钱呢 你开的店是看不着钱 你说你开的干啥呀 那这个亲戚的钱 是怎么还的呢 就是他说他还上了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 偷摸斩的还是怎么还的 那您家这钱不是您管吗 对呀 我管的 我管的都是买菜了 买米了 买这些个饭店用品了 支出了 我花的都是这个钱支出了 就是表面上说是您管钱 对 其实钱都捏在您手里是吧 我就是饭店收点钱 经济大选还是在人家那 您这爱心做好事捐了多少钱啊 一万左右块钱吧 倒也不是特别 那没有多少钱 关键我们没有钱呢 我们俩过日子一分钱都没有 总是借钱还击一会儿 而且是有时候根本都没到月就得借了 好 这个现在等于饭店不开了 开米饭店 对 我自己学了个美饭 我又开了个美饭店 生意一般还算可以 头几年是租的 现在我把那房子我买了 还是有外债 有外债 都是我自己去借的 都是我的亲戚朋友我自己借 你自从开这法郎以后 我在家的地位不就没有了吗 我成天葛家就是吃闲饭的了 我说我出外来打工 你吃闲饭的家里能干点啥 你就干点啥呗 我这是头头毛巾的 去扫地 客人走了 你咋不知一声呢 你说我这边头毛巾的 我还能回头看看这客人 客人走没走啊 那你不得挑担主要的吗 那你客人走了 你连声都不知 下次谁还来愿意向你家捡头啊 不是 就是 就是 我没这声呢 你下次告诉我行啊 你也不能给家就这么跟我说话呀 一天跟我说话不能喊叫的 就我在家里边 拿点零花钱他都知道 他把硬币放那儿 一个正面一个反面 等我拿完钱来呢 我拿的是零钱 等我拿完零钱 回去他告诉我 动他钱了 我说你咋知道呢 他说我把一个硬币 一个反面 一个正面放在这儿了 你肯定是动 你现在俩正面 都心眼那么多 我不也得留点心眼了吗 那你拿我个家不当贼了吗 我没把你当贼 我就是心的 我把钱有个记号 我看你到底又拿没拿我钱 我拿的是零钱还是 捡头本来就已经够便宜的了 十块八块的 他还在那儿心爱心的 有的老头老太来捡头 根本都不要钱 有时候给一个一块两块的 有时候老头老太的 其实不是没有钱 来了大包小包的 又领苹果 又领酒的 又领香烟的 我就说了 我说你该要钱 你就要钱吧 为啥到你这啥钱都没有 80多岁了 到这脚个头 你就出个手艺店 你这能有多少钱 那么多老头啥 就为他剃完头了 我说大爷你不用给了 扔一块钱就得了 他在那边炸了闹去的 这脚头你还能不要钱 怎么怎么地的 你老头也磨不开 你说当时费也下来 我就总想到我这个家没有钱 我就心想我赚一分试一分 因为我出力了 我也剪头了 你就应该付给我钱 老头扒出去 他没有钱 咱有钱的时候 咱给年轻的时候再挣 挣年轻人的钱 老头他脚弯头的话 他走他的 你何必这么呵护 我有啥用 现在我听明白了 你就是嫌弃我 我不是说嫌弃你 我在我们家那边 我比如说 各个朋友都挺好 我就像喂素式的 放在凉菜里也能炖 放在热菜里也能炖 放在那个粉条里也行 我只要对我的喂素方法 就我啥都不行 就我啥都不好 你就谁好找谁吧 那你就 他要的可不是喂素 你说我作为一个男人 在你理发店里 你什么也不让我去干 我也有手艺 我是厨师 我出外的一个月 我也能挣个七八千 所以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不让自己出去打工呢 因为他出去 我怕他拿不回来钱 所以我就心想 你干一家跟我干吧 要不然我还得雇人 在前列问题上 妻子是不太信任丈夫的 是吧 在感情方面他也不信任 为啥呢 你可家了 到饭店了 起码说是五分钟的路程 你必须得五分钟就得到 下班五分钟你也得回家 那我是管理人吗 那我是惦记你 服务员 加个东边走 你就必须便西边走 饭店几个服务员 老板娘都大退说 你回家都得出时报告 就得说 那你到点了 下班不回家 我打个电话问不正常吗 不是 打电话你不能说 你就是两分钟一个 三分钟一个 他为什么这样对你呢 有可能是 他在乎我了 你在琢磨琢磨 我不让他放心了 那可不是吗 我也不是 你放在人家菜里 不都好东西吗 他改家也老惊嫌我老 说瞅你 依然就管我 叫老姨 谁能听了 谁愿意听呢 就是老姨嘛 我老姨 长得还老 还老管事 你就是日子 稍微好一点了 你就是嫌弃我 你觉得这样 觉得这样有劲吗 还行吧 所以媳妇就改成老姨了 是吧 我俩就是始终就这么多年 就这么叫习惯了 因为她的 我不习惯 我事事都他管 不是 人家说人家不习惯啊 不习惯 你也没跟我说过 你不习惯了 事事都你管 我以为老姨 这么叫着比较 你们家的事 到底谁管啊 事事都他管 就是明天没米下锅了 都得我去找了 那可不一定 自然开了法廊以后 家里边的所有的事情 洗衣做饭 不都是我做吗 你做过吗 我没有时间做 在家在法廊 我不就是个保姆吗 我感觉挺累 你觉着累 我还觉着委屈你 这么多年 跟你过的苦日子 到头来你嫌弃我 我不是嫌弃你 而是说你 你不让我 你一点信任感 也不给我 不是 您希望怎么样 这日子就好了 我希望他对我 别那么太然了 让我有点自由空间 自由 是吧 对 听明白了 你现在没听吗 以前日子过穷的时候 我管他 他没觉得 没觉得这么多牢骚 现在是牢骚越来越多了 我也受不了 就是说过去 也是这么管 但是我总心是还这么大了 婚姻还得继续维持 但是我听他 今天那个样子 我真的很考虑考虑了 这次是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 来 我就感觉 我这压力太大了 就给你松绑 是这意思吧 对 我现在 让各位老师 能给我什么好的意见 行 就是现在他在家里 创造的价值 和您请一个小工 到法廊来 哪个合适啊 咱就纯从商业说啊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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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还是请个小工回来吧 您这出去挣钱一个月 能挣多少啊 现在五六千 六七千 拿回家能拿多少 就是这种情况 都给他吧 什么叫这种情况 就都给他呀 我能看明白了 这事 看明白什么呀 想离开我 你们夫妻俩都把对方往外推 女的说是你嫌弃我啦 我受不了 男的说你看你是想离开我 这是我问人家的 那你还想在法廊干吗 还是在法廊干嘛 在他 刚才不是说不在法廊干嘛 我在他 这么坚决下 我说还在法廊干嘛 人家可没坚决 最起码我能给他做好饭吃 我还是比较爱他 最起码我厨师啊 做他自己可口的 法廊比较辛苦嘛 今天来是想做一些改变 理解的对吗 对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 把钱拿去做公益的男人 让家里的媳妇吃了亏呢 受了委屈 后来发现不是啊 好像跟公益还没什么关系 是吧 开饭店藏私房钱 工资发了 不知道去处去哪了 随口就说我一做公益了 家里也见不到钱 一个家里需要男人 做顶梁柱的时候 做点事的时候 他就发脾气嘛 或者推给妻子嘛 那你为这家做了什么呢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我也挣钱也养家啊 我也做公益 那大姐我也领他去 建筑过那大姐 所以这个不是重点 他什么都觉得我不对 就是在家里 我们俩一起干活 有时候我也说 我说现在你常跟我打工的了 那也不愿意 也生气 那不就开玩笑吗 所以十几年的婚姻 有这么一个孩子 现在等于又共同在一起 维持一个买卖 怎么把这个关系 做一些调整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昨夜老师 做好事靓丽而行 管老公物极必反啊 我想问一下先生 这些年 一共藏了多少钱 两千 真的吗 真的 真的吗 真的 我不信 我不信我也没有招了 那对啊 因为也没抓到嘛 对 但我就想说 您这样的先生 是得管着点 不管就飞了 都不知道飞到哪去了 公益是为了什么呀 为了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 但是恕我直言 您这样的行为 可能他并不同意 而且 就你们二人的关系来讲 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癥结 你的性格 是不适合做老板的 任何人到我的饭店吃饭 都得给钱 任何人到我的发廊剪头发 都得付费 因为我在做生意 生意归生意 好事归好事 公益归公益 欠债归欠债 不能混为一谈 不然我永远是一个 不挣钱的老板 而且 这个 为素理论对吧 您说的特别对 您就是 那些大姐 那些大业 生活当中的调味品 但是对于她来说 胃素是吃不饱的 她要的是大米饭 是我生活当中的 必须品那样一个 可以担得起 整个家庭责任的 一个男人 像我们家 从来不吃胃素 所以我要你 一点用处都没有 明白吗 她现在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状态 就是 有你 没有你 对于她来说重要吗 对于她的生活品质 有改善吗 但是大姐 您这管得也是 忒严了点啊 您这是侦探呢 这硬币正反面都知道 搁谁也得跑 所以你们两个 现在最好的状态 就是不要在一起开店了 必须要有自己 足够的空间 分开 同意吗 女士 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啊 我给到你们的建议 就是这样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左老师 来 曲总 其实你们的内在 是一致的 骨子里你是 其实是认可 他的一些行为 只不过 经济不允许啊 但是他不操持这个家 他怎么知道 操持家的苦呢 所以说明明 你就看上我这一点 我为人有爱心 并且我愿意帮助人家 我也大气 人家来我可以不收钱 其实或多或少 这些都是你当时 看中他的优点 但是就是因为 他不操持这个家 他不知道你 面临的那些 林林总总 是有多么的难 所以他就 明里的 暗里的跟你作对 所以说 与其控制 不如放手 你让他当 一段时间的家 做一段时间的主 你让他看看 明明这个钱柜里 就这么多钱 明天要买菜 买饭 孩子上学 还要交店面的租金 你看他感动 这些钱吗 他心里会有些思量的 你管得太多了 你操得心过头了 你适当地放放全 让他管管 你去做做他这个员工的 这个角色 你觉得跟那儿起毛巾 擦地 比你招呼客人 理发能够简单多少 不见得 这位男士 你管他叫老姨 他的确长得 好像是比你显老 但都是因为 他过于的操心了 你过于的不上心了 对家里的事上点心 好吗 把外的那些心收回来 因为你的出发点 是不对的 你不是真正有那么多 爱心泛滥 你不是 你缺乏自己内心那点 被别人的认可 如果你真心的 他的事实想帮他 你就好好地去帮 别人面上帮 嘴上又埋怨 所以索性 出去打工 还明明白白的 拿着你一份工作的收入 对吧 享受着别人的尊敬 也未尚不可 但这事要跟老婆商量 记住 她是老婆不是老姨 听见没有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珊娜老师 您看您要的是什么 您要自由 要信任 要面子 咱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 咱们得先付出吧 你只有付出才能得到 对不对 您要自由 自由是什么 自由是相对的 自由是你在这个婚姻 这个框架之内 你做到了某些责任的东西 才有这个自由 而且这个自由 是要在这个婚姻框架之内 争得彼此的这个 共同的同意和商量之后 所以这个自由是相对的 第二 你要信任 藏私房前 有这么一个大姐 你做了什么 让她信任的事吗 就仅从称呼上 就能看得出来 你尊重谁 不尊重谁 你要面子 你在别人面前 给过她面子吗 给过 你从称呼上就不尊重她 请问你给她的面子在哪 你说你先爱心 你是幸福了别人 苦了自己 可是你现在不是单身 你是一个家的男主人 苦的不是你自己 是这个家 和跟着你过日子的女人 你凭什么苦了她 你先让自己媳妇填饱肚子 不要吃两麻袋土豆 你自己去吃两麻袋土豆去啊 来说李女士 在这个家里 你一直充当着 扮演着一个女强人的角色 因为你一直是这样一个 以强势人的一个角色 你不懂得示弱 你把所有的苦都 咽在自己的肚子里 你不会告诉她 那她当然就觉得 你也没说呀 我不知道你苦啊 你过得挺好的呀 你要告诉她 现在你过的是什么日子 家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个经济条件 如果你不说 她永远不懂 好吗 好吧 祝你们能够过得幸福 谢谢 好 谢谢莎大老师 来 陀老师 你解释一件事情 刚刚左老师问你 说你为什么 不多关心一下 你自己的妻子 去老实去帮助外人 你当初的回答 是这样说的 你说那些人 比他更需要帮助 他是你的谁 老婆 别人是你的谁 别人是我的 不认识的人 帮助他是不是你的本分 是 帮助别人 是不是你的情分 对 哪个是必须要做的 哪个是可做可不做的 媳妇这边边是可做的 所以你那句话还对吗 不对 你正足了面子嘛 事全让人家给干了 苦让人家给咽了 你这不叫吃里爬外 胳膊肘往外拐吗 你是在图面子 图好看 你说呢 这个 但我没那么想 你如果真的要帮助别人 暂且不说 你是不是损害家庭的利益 你要把这个钱帮在刀刃上 你去捐助希望小学啊 所以我说你啊 你是一个逻辑有问题的 你认不清楚什么叫本分 什么叫情分 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 什么是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 你搞清楚自己的状况 明不明不 明不 亏你还说得出口 说你很老 老姨 一个女人跟了你这么久 老成这样 这难道是你的光荣吗 这说不定你大老爷们没本事啊 你觉得自己有面子吗 是你今天把自己弄得 在她心目当中没有价值 她为什么会坦而黄之地 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 称呼你为老姨 用种种话去刺伤你 因为你脾势 当她说出那句话说 别人比你更需要帮助的时候 那话就像什么 别人比你更金贵 别人比你更值得我关注 包括那个大姐 你每天说完以后 骂完以后 有用吗 没有用 然后呢 然后你又把她的烂摊子 都收拾了 所以你觉得你现在 在她心目当中 你的话语会有分量吗 不会有大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索性 你也别说了 你也别闹了 你就拿出一两套办法 第一 AA制 我挣的钱我花 我管 家里所有的开销 彼此分摊 我出一半 你出一半 你也别跟我打工了 你出去干去 好吃不过家常饭 知冷知热 结发气 我告诉你男人 你要不你胆敢 你试一试 等哪天你一分钱都没有了 看有哪些人来帮助你 待会儿给你老婆赔礼道歉 好 就这 好 谢谢图老师 我们俩要在一起过 就得把日子过好喽 面子是这么要的 不是那么秀来的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希望你给我点自由 给我点信心 给我点别这么太大压力 我还想让你多关心关心这个家 我为了这个家 我容易吗 就从你现在这个说法 咱俩都好好考虑一下 我压力太大了 你给我点时间 你总觉得你压力大 我还觉得这么多年 我都委屈了 就放弃这一刻 我不也委屈了 我许只有你 你有啥委屈 委屈一家付出啥了 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 一边再累累 一边请把我 敲心的说多 我爱我 只有你 十几年的日子都过下来 还不认呢 还在这掰持自己的礼呢 行了 你们俩回去吧 谢谢两位 都那么辛苦 家应该是蒸蒸日上的 对吧 这家怎么日子越过 越往下出流了呢 要不然就是苦的方向不对 要不然就是真没合力在一起 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爱你 你爱我 我们再也找不到结果 就像是第一次 一起背着爱情的思路 哎呀 你要想跟他过 就把那眼泪收拾起来 你笑对他 他天天看着一张那个 我好苦的脸 他是觉得有压力啊 怎么回事 来 有请小娃童 好 谢谢 对面是你老姨不 主持 叫老姨 不就 那是谁啊 老婆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 深海纯净水嫩宝石套盒 二十四小时宝石 实时透水嫩 我们来见证 《水之队夫妻》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老婆 我错了 从以后我对你好 哦 幸福了 来 请亮灯吧 来 来 来 好好拥有这面膜啊 别再恐怖了 笑对生活 最后给一个建议给你 这个时候你应该关注的是她 对吗 对 你老习惯性的瞄我干嘛呀 所以你以后过日子 以后改一个习惯 就是所有的想法 第一想法是 先回到咱们这小家 然后再把那个触角往外放 好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别哭了 如果从今天开始 真的老一变老婆 也算是一件好事 通过今天老师 对他们的点评 可以让他们找到一些生活的方向 幸福起来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精云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又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精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险 有网友提问说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跟他老公离婚了 离婚不到半个月又找了一个 可他不爱那个男的 又跟前夫藕断丝连 工作也不找 总住他爸妈那儿 都三十岁了还这样 之前我跟他说过好多次 去找个班上 他已经半年没有上班了 而且去年上班收入也不高 今年跟那个男朋友分手了两个月 又跟前夫在一起 在一起一个月又分了 又跟男朋友在一起 但是他一想起前夫 整个人就变了 我发现他有很大的心理疾病 我劝他去工作 他就去找了 要么嫌工作地远 要么嫌上班时间长 他是没有花我的钱 可我不想看到他 这样堕落下去了 我建议啊 你的朋友应该及时找一个心理医生 进行专业的咨询 而且他要明白 自己到底想要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否则的话 就是皇上不及太监基了 祝你的朋友幸福吧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 伊贝诗纯击水纯净 保湿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诗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